疫情时代大温房地产走势如何 谭总,很久没有来到雅国间 大家都知道2021年大温地产日常火爆 那么想请您讲一下大温地产火爆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大温地产火爆的原因其实肯定会很多 我大概感觉有那么几点 第一点来讲跟疫情的反反复复有关系 那么因为疫情反复政府的话 它迟迟没有推出刺激的政策 那么就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 就是引起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么在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 好多老百姓都想买房来保值 第二个因素还是跟这个疫情有关系 那么政府为了这个刺激经济 然后呢这个保持的利率非常非常低 到现在还是非常低的利率 那么利率的话 它会使这个老百姓的可负担性变好 那么现在买房的话 那么压力不大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买房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来讲呢 就是说也跟疫情有关系 就是说这个20192020年的时候 很多人是对这个疫情感到非常恐惧 那么移民呢 那把移民披下来了 它也崩 它也没过来 那么今年呢 大家都有对疫情相对有点习惯了 那么很多人选择就今年来 所以去年的话移民进来的人数不到20万 今年的话集中过来 以下和今年的这个来的移民人数 已经超过了40万 这个增加了这个房地产的需求 那么能请分析一下 房地产未来市场的走势如何呢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低利率的话 可能会改变 应该会加息 大家都对加息有这个预期 那么这个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利的因素 那么对房地产有利的因素呢 就是预期呢 今年的移民还是会很多 估计还是会超过40万40多万 那么这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因素 所以呢 总体的感觉呢 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是会稳中有升 但是不会像去年生的那么猛了 当然来讲呢 其实这个预测也不一定对啊 作为经济来讲 我们有时候海南这个 其实不管是谁 都海南对市场的做出短期的预测 我认为会出现以下 这个长期的趋势的变化 其实有时候长期趋势的这个理解 对于作风地产来讲 更加有价值 我觉得第一个来长期趋势呢 就是说这个疫情和这个科技呢 会促进这个住宅的郊区化发展 因为疫情的话 会使大家享受有更多的空间 他就不太 很多人就不太愿意住在当堂里面 住在个高层公里头 那么就是说 他会从人口密集的这个核心成形去 往郊区办 在一个以前呢 也增加了大家对这个空间的要求 当他在很多人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在家办公 那么据统计的话 或者调查的话 会有一半的人 将近一半的人 现在他不太愿意回到这个办公室去工作了 那么他就需要有更多的在家的空间 那么这个会使这个就是在郊区的话 才能有比较大的房子 那么也会是促进这个郊区化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一个呢 就是科技也会促进这个住宅的教育化发展 因为像现在新能源这个电车的话 那么就使这个驾驶的成本降低了 就是电费总体的比游费便宜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将来可能会越来越趋于成熟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 那么它会使你这个能够接受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驾驶 因为一边那个自动在开车 你要干什么还可以照样干什么 我认为这个疫情和这个科技 会使未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教育化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趋势呢 也跟疫情啊科技也跟方面相关 就是说这个住宅的和这个窗户 还有娱乐性商业 这方面的地产会进一步发展 而办公和零售型商业的需求会减少 就像这个为什么像零售型的很多人都不到商场里头去买东西 疫情使他们更加就习惯于在互联网上买东西 那么对零售的需求会减少 这个疫情呢使这个办公的空间挪到了家里面 那么所以这个办公物业也会相对的减少 然后呢这个娱乐型商业 那么大家呢可能到全世界旅游啊 大的景点啊 就要坐飞机过去的话 那个不方便 那么对于本地的娱乐型商业的需求会增加 你看这个疫情期间高普球场的势力也很好 滑雪场的势力也很好 这些都是属于本地的这个娱乐型商业 所以住宅、窗户、娱乐型商业会增加 然后呢办公和零售商业需求会减少 我另外还有一个啊 也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座房地产的人来讲 也很关键 也有影响 就是国内的这个我们东西来讲国内的移民 移民数和国内的这个资金流容都在建设 但是从亚洲的另外一个党员 印度来的这个移民的移住和资金在急剧的增加 这个因为我在树里和那里做一些这个开发地 从这个买卖的情况来讲 你像2015年16年的几年的话都是我们华人卖家在买 然后呢像今年跟去年这段时间就是哪里树里啊 就是周边的区域郊区的这个比较活跃的这个土地市场 基本都是印度买加大买 这个也是我们从我们主从事房地产业的人来讲 我们要理解这个趋势的一些变化 就总体来讲呢 我觉得我的一个比较强烈的观点就是说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郊区的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是会比核心城区的房地产市场表现要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